大家好我是分校出 今天分享一下手擀面条的家庭做法 筋道爽滑 希望大家会喜欢 碗中加入300克中筋面粉 加入2克食盐 增加面粉的筋性 125克的清水 少量多次的加入 搅拌至这样子的絮状 我们上手揉 用来做面条的面团一般都比较偏硬 朋友们第一次揉的时候 你会发现面团很难揉光 没关系 我们给它抱团过后像这样子 盖上盖子给它醒30分钟 这次早上买了3斤多的牛肉 我们已经泡了一个小时 把它的血水泡出来 冷水入锅牛肉 冷水入锅牛肉 加入姜片 葱结 吃个料酒 倒火煮开 水开后脾气浮沫 然后蘸煮2分钟左右 好了关火 我们捞起来给它清洗干净 直接放入高味锅里面 加入拍碎的老姜 一点点当归 如果是孕妇的话不要加 加入适量酱油 然后加入开水 永远这边煮牛肉汤 都会加一点酱油跟蛋黄 我们用沙子给它包围一下 给它压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再来给它揉 醒过的面团很快就可以揉光滑了 继续盖上盖子 醒一个小时 加入一些我小孩子爱吃的牛肉丸 加入一勺盐调味 一点点的胡椒粉 超级的香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 在最后压十分钟 案板上撒少许玉米淀粉防粘 放入饧好的面团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一个薄饼 洗面的时间朋友们一定不要省略 因为醒的越好 擀的时候才不会粘连 而且更容易蹭开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卷在擀面杖上 这样继续擀 因为我们家擀面杖比较小 所以说这一次做的比较粗的面条 一直这样子重复擀 像我们擀面杖比较短 所以说我周边的就是这样少量的擀 好了擀成像这样子的厚度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给它叠起来 接着切成自己喜欢的宽度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掺开 因为等一下在煮的过程当中 面条还会膨胀 所以说我们稍微用手给它拉扯一下 像我们面条如果是醒好的 一般这样拉扯都不会断腻 锅中开水下入面条 吃多少煮多少 因为我家就跟我老公吃面条 我公公跟我婆婆不吃的 所以说我就做的比较少一点 如果是全家人吃的话 面粉多注意给你 水开后再加入一碗羊水 再次煮开 这种面条一次性吃不完的话 也可以放到冷冻里面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煮就可以了 碗中加入牛肉汤 加入炖好的牛肉 牛肉丸 摆上几根烫好的青菜 最后撒上灵魂葱花 一道吃起来非常劲道的手擀牛肉面 就做好了 这牛肉我们压了一个小时 特别的软辣 真的自己在家里面做的料特别的足 想吃多少吃多少 特过瘾 自己做的面条真的跟外面买的 真的是不一样 自己手感的特别的筋道 好 妈妈的怎么样 丸子哦 真棒 现在会说丸子咯 你不要叫丸子咯 再吃一个 妈妈 好 我要吃丸子 太阳为什么不好 太阳可以不盖 晒了人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体需要盖啊 晒太阳就会有盖的吸收啊 会促进你吃的东西 会盖的吸收啊 吸收是什么 就是人体吸收进去 那你就会长高 知道吗 那我等一下要吃 太阳一下 好 嗯 空气得掉咯 我们就改修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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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蛤蛤 蛤